先来华盛顿访问的澳大利亚外长鲍博·卡尔 3月22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就范围广泛的问题阐述了澳大利亚的立场 他首先谈到了澳大利亚是否必须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我们有权说这是一个不真实的选择 我们无需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可以与双方都进行深入的接触 再说如果美方和中方都说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们有非常强劲的工作关系正在一起解决问题 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应该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呢 我们拒绝任何遏制中国的想法 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提出的建立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所谓的四方集团 来推动海洋民主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卡尔明确表达了不支持的立场 澳大利亚不会支持组成某一个具体的集团 四方集团是安倍处在反对派地位时最先提出的一个想法 这不是我们支持的 它很容易引起误解 我最近访问印度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这个问题 这位同事在澳大利亚参议院担任议员的外长表示 在东海以及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上 澳大利亚同美国一样对领土归属问题不持立场 但是主张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和平解决这些争端 他还呼吁有关各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着手研究资源共享的模式 他强调东南亚的故事应该继续是共同发展的故事 而不是被领土争端以及紧张局势所主导 这位澳大利亚外长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 澳大利亚如何看待美中关系所存在的挑战时 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我们认为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 尤其是美中之间的经济利益 将对关系的发展施加影响 历史上存在两大强国 存在共同经济利益的例子 这使得美中关系与冷战期间存在的任何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 美中关系中最突出的是双方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 卡尔还回答了美国之音提出的 如何看待网络袭击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网络空间 互不侵犯国际条约 网络攻击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 所有国家必须同意 不要相互进行网络战 针对美国国内目前所面临的预算赤字 以及国防预算削减的问题 卡尔说 美国必须解决其预算赤字问题 而这意味着两党都必须做出重大的妥协 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 因为这个世界由于美国对国际和平 以及全球事务的关注和承诺 而变得更加美好 而美国在国内不能强大的话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他还表示在这个问题上 澳大利亚毫不含糊地给美国提出了善意的忠告 就像一个好朋友 不会让你在喝醉了酒的时候 还去开车一样 VOA卫视利亚 张松霖 华盛顿报道